又是,我們看到一條這樣的方程組 就令我們想起,不如我們把第一條式減第二條式 那我們就會有這樣的方式 抽個x出來,y-c 然後就加這個y平方-c的平方 你看到這個是y-c 這個就是y加c乘y-c 所以我們又有些東西踢出來了 這個東西等於9 抽完出來之後,我們就會有一個這樣的方式 就是y-c 然後x加y加c 這個東西就等於9 然後呢,這個就是1式-2式 當然我們接下來就會有2式-3式 我們就會有x-y x加y加c 這個東西都是等於9 然後就是一個循環 3-1的 就是c-x x加y加c 這個東西就等於-18 接下來我們有這3條式 那如果我們把這3條式 那如果我們把這3條式 這這3條式呢 把這3條式呢 都剔掉它們的square 然後呢 就把它加起來 那我們就會有下面的一條這樣的方式 然後呢 剔完square又加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 x加y加c 這個東西的square 那然後呢 這堆東西我們又要把它拍起來了 然後呢 裡面有x-y這個東西的平方 加y-c這個東西的平方 然後呢 一個普通的數學運算 等於486的 那下一步呢 我們發現這一塊東西呢 其實 把它拆掉出來呢 每一個term呢 都會double了 不是double了 都會有2在這裡 那我們就可以抽走2出來 那順便我們就炸開這一塊東西 變成了一個大家都熟悉過的form 那這一塊東西炸開完之後呢 就會變成 x的平方加y的平方加z 這個這樣的東西啦 然後加上2個 它們兩兩相成得出來的結果 xy加yz 再加zx的 一塊這樣的東西啦 那然後這個東西呢 就會變成 x的平方加y的平方加z的平方 減 又是兩兩相成 減yc 減z x的 剛剛說過我們可以抽走2出來 那2呢就可以踢到旁邊了 那所以右手邊呢就會少了兩倍 變成243的 那我們手頭上有一條這麼奇怪的數 那下一步怎麼做呢 那我們先hold一hold 那我們又看一看這三條方程 還可以怎樣玩呢 我們一開始不是用過減法的 那綠色這一條呢就是 一色減二色啦 那我們玩完減法之後 其實又可以玩加法的 那如果我們把這三條東西 拍在一起加的話呢 那就會有一個這樣的方啦 那就是 2 x的平方 加2y的平方 加2c的平方 那這塊東西再加xy 再加yc 再加cx的 那這塊東西呢 那這塊東西呢就等於84了 那你看到 無論是減 加也好 那我們 那這塊東西呢就會整天出現的喔 那x的平方加y的平方加c的平方 整天出現的喔 還有 就是他們兩兩相成的積呢 那這塊東西呢 都已經出現了很多次了 在這個螢光幕上面 那所以呢 這個下一步都不用怎麼想的啦 那我們就會將它 nade數這樣nade的 那怎樣nade呢 那當然就是nade 這個x的平方加y的平方加c的平方 給它一個新的英文字母 那就叫做u啦 然後呢 那當然就是有這塊東西 xy加yc 再加cx 這一塊東西呢 我們又給一個新的英文字母叫做v 那u和v呢 就拍著一起上了喔 那所以 我們有u和v之後呢 那在藍色的下面這條呢 就會變成 兩個u呢 再加v 這一塊東西呢 就等於84了 那上面的這一條呢 那左手邊這個就變成 u加兩個v呢 那右手邊這個呢 就會變成 乘以u減v的 那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 這個是雙乘啊 距離有少少遠 不過不要緊 這個呢就等於 243的 那接下來呢 就當然變成一個著手 解決 u和v的問題了 我們上一個回合呢 最後就講到 我們最終有兩條 關於u和v的方程的 那一條等於84 一條等於243啊 那我們細心點看看 關於243的這一條方程呢 那它其實就是 一條關於u和v的二次方程來的喔 那如是者我們細心點解呢 那我們就將會有關於u和v的兩組解了 那分別第一組呢 就是這個u 也就是 u就等於這個x的平方 加y的平方 加c的平方 那這一塊呢 寫一次啦 那這一塊呢 就等於55啦 那第二組呢 不是說說這個v先啊 這個就是 xy加yc 再加cx 這一塊呢 就等於 負26的 那然後第二組解呢 那再抄一次啦 u等於x平方加y平方加c平方 v等於xy加yc加cx 那關於uv的第二組解呢 就是29 和v等於26啦 那為什麼不突然 我又要抄得這麼辛苦呢 那原因就是因為 你看看第一條式 那x平方加y平方加c平方 如果我們再加上兩個v呢 就是下面這塊的乘以2的話呢 那我們將會得出一個 完全平方數哦 那細心點看看的話 這一塊就是x加y加c 那的平方呢 這一塊就將會等於3 那所以呢 我們解了出來呢 就會有 x加y加c 這一塊呢 就等於正乎更好3啦 那為什麼要搞這個x加y加c 搞得這麼辛苦呢 那原因就是因為 當我們massage這三條色的人呢 我們就會有藍色的這一塊 對不對 那剛巧x加y加c呢 它就是一個factor哦 那就是這一吋啦 這三塊東西看不見到 都有在的 那現在我們知道這一塊東西 就將會等於正乎3啦 那我們就很容易就可以得出 關於這一堆x,y,c 將會等於什麼咯 那如果我們又massage一下它呢 那我們就將會有 x,y,c就會有這三個數啦 那...x x將會等於正乎10 over3更好3啦 y等於正乎更好3over3啦 而c這塊東西呢 就將會等於 負正8over3更好3的 那為什麼又會有兩個正的一個負呢 那如果再寫得清楚一點的話 那我就用回我平常用的vector form來 寫出它們的解的話呢 那x,y,c分別 在這裡會有兩組解的 那在case1這裡 講清楚一點 在case1這裡呢 就會有兩組解的 第一組呢 就是 10 over3更好3啦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跟好3over3啦 然後就是 負8 over3 跟好3 那第二組解呢 就我們剔個負啦 x,y也是負 那就是 10over3 跟好3 的負數 負 跟好3 over3 和正8 和正8 over3 跟好3的 那這個就是 關於 x,y,c 是這條題目的 頭兩組解 那 我們如果又搞 右手邊的 這一個 第二個situation的話呢 那我們就 將會解出 x加y加c 這一個 的平方呢 就等於81 那 那我們知道 x加y加c 這一個東西呢 就等於 正負9了 那 我們又拍下去的話 那你就知道 正負9的話 那這個有可能 是1 又或者是 剔負的話呢 這個 就會是 18 之類的 那 之後呢 我們 就會解出 x,y,c 在旁邊寫 在第二個situation 我們會解出 x,y,c 就是 正負4 y是正負3 c是正負2 的 那 再寫得清楚一點的話呢 我們又用藍色了 那 這個situation2呢 那我們就將會有兩組解 第一組就是 4 3 2 而第二組呢 就是 負4 負3 和負2 那所以 合起來兩種situation的話 那 這次x,y,c 就分別有 以下這四組解了